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來介紹幾座標 那幾座標 到底跟我們以前的平面指角座標系的平面座標 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前的平面座標 現在還要再介紹幾座標呢 是這樣子的 有時候你會聽到那些當兵的大哥哥或是叔叔 對他們在講前的當兵的時候 前面的漂亮的女生走過去的時候 班長就會下一個指令 當兵注意 前方一百多次處 一點鐘方向 漂亮的女生上位 其實有一個距離 有一個方向 其實你也可以描述一個點的位置 那我們以前呢 指角座標系可能是 就是這個 是在這個 距離遠點 遠點左右多少風尺 然後上下多少風尺 這是x1 那這個座標是x1 這樣來描述一個點的位置 我就可以很清楚說 你這個 它是距離 這個遠點 是3公尺 往右邊3公尺 往上面5公尺的第八 它就是3公尺 就會知道那個點在哪裡 那剛才講的 那個也是一個描述點的位置 就是說 我有一個距離 那這個距離如果是100公尺 那其實它就會在一個圓 是這個半斤是100公尺的圓上面 等某一點 然後再給你一個方向 一點之後方向 比如就這裡 這個11點頭方向 不管是怎樣 你就很快 把那個頂標出來 也是可以 那你的極錯標 就是一個 跟距離跟角力 有關的 這樣的一個描述方式 就是說 你距離這個圓點 其實這個圓點 如果在極錯標裡面 就是這麼多的極 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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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極的位置 距離這個極的位置 是R 是R的時候 這個角度跟X頭的正向 其實我們叫做奇軸 這個X頭的正向 這邊我們叫做奇軸 就是以前的X頭的正向 這個叫做奇軸 極的角度是sida 是sida 是sida的的時候 那你就有半徑 有角度 這個範圍就知道了 可能你這個距離是100公尺 那這個角度可能是40度 或者說它是五分之拍 五分之三拍幅度 不管怎麼樣 就是一個角度的距離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來表示這個點的位置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坐標 那這個 R 跟 C 檔 那我們要跟以前的指角坐標分開的話 區分的話 以前我們坐標都是用小瓜 那我們這邊用中瓜套 所以你看到中瓜套要帶來幾座標 這樣知道嗎 中瓜套的第一個數字就是它跟原點的距離 第二個數字就是它跟 X 走正向的角度 這樣知道嗎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這個角度比如說 40 度的話 那這個角度也可以也可能是 360 度加 40 度 也可能是 720 度加 40 度 這個都有可能 就是說這個地方在這邊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伏角 這個角度嘛 在這邊我們就稱為伏角 那當你這個 這個伏角的位置 借在 0 度到 360 度之間的時候 或者說 0 度到 2 拍幅度 2 拍幅度就是 360 度 大家有講 那 0 度跟 0 度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稱為伏角 在 0 度到 360 度 或者說 0 度到 2 拍幅度 直接就成為伏角 那你現在好像又用了一個新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跟以前的指角作標系統 那它到底有沒有什麼可以轉換 照理說我同樣的描述一個點的位置 我用的這個方法描述 跟用的方法描述 它既然都一樣 那這兩個直接定位 關係可以做的狀況 我可以用指甲作標來描述這個點 也可以用其作標來描述這個點 也就是說我們還記得我們的廣義角 三角來描述的定義的時候 如果當你這個是 R 這個是 C 大 這個點的指甲作標是 xy 那我們還記得說 那你 3 一個是 R 分 xy 3 是 R 分 xy 那 3 一個是 R 分 x 其實只有這個 xy R 分 x 那你的 R 就是分號的意思平方 叫外平方 R 是分號的意思平方 對外平方 然後你這個時候 我如果要求 x 怎麼辦 很簡單 我兩邊整個 R 這個 R 被我交標 x 就等於 R 分 xy 所以如果 x 它是 R 分 xy R 分 xy 那你這個 y 是什麼 就兩邊有什麼 R 那你約掉 y 其實是 R 分 xy 那你的這個半徑是 R 分 xy 這個是 C 大 在極坐標 M 就是 R 分 xy 然後就叫 R 分 xy 那這邊可以寫成 xy 的時候 但其實它的關係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同一角的關係 就是 x 就等於 R 分 xy x 就等於 R 分 xy y 就等於 R 分 xy 就是 R 分 xy 它的關係就是這樣 其中 R 分 xy 就是等於 R 分 xy 跟號的 S 比方 叫外平方 然後 R 分 xy 就等於 R 分 xy 就等於 R 分 xy 就等於 R 分 xy 但由這個我們就可以去做轉換 我們等一下看例子就會很清楚 就等於 R 分 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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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